健康资讯 养生之道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LSM集团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健康加油站 我是高露 鼻子是我们五官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位 然而实际上人们对于鼻子的构造和功能可能并不太熟悉 比如说很多人可能在体检的时候会得知鼻中隔弯曲了 而被弄得一头雾水或者说不知所措 那么到底鼻中隔弯曲是怎么回事 需不需要治疗 要怎么治疗呢 今天我们就请来了耳鼻喉专科医生黄德章医生 跟我们来解答鼻中隔弯曲的相关问题 鼻中隔弯曲是指鼻中隔向一侧或两侧弯曲 或鼻中隔一侧或两侧局部凸起 引起鼻腔 鼻窦生理功能障碍并产生症状 如鼻塞 鼻出血 头痛等 有鼻意外伤时 儿童期患现样体肥大 有家族使 鼻息肉 肿瘤患者 是鼻中隔弯曲的高发人群 黄德章医生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内外全科医学士 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 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耳鼻喉科院士 香港耳鼻喉医学院院士 香港医学专科医学院院士 我们今天请来的是耳鼻喉专科医生黄德章医生 你好黄医生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鼻子在五官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鼻子其实除了负责呼吸之外 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功能呢 除了呼吸之外 其实鼻子的主要功能就是闻味道 比方说有些味道是香或者是臭 我们就通过鼻子一些信号传到我们脑袋 我们就知道这个气味是什么了 那一般来说鼻子容易受到的创伤 大概会有哪节重 其实鼻子的创伤 大部分我们看到的病人都是一些运动的创伤 比方说在踢球的时候给人碰胀到了 那就会影响到鼻子的鼻梁 一般来说如果是轻微的碰胀 只是有一些轻微的流鼻血 但是如果是碰胀比较严重 或者是一些交通意外 这些力度比较大的创伤的话 有时候我们的鼻梁就会弄歪了 就是会弯曲就会有这些影响 其实鼻梁就是上面的这一条骨头了 所以如果说正好就撞到这里的话 那有可能第一就是骨折了 对 那刚才我们提到说是这个鼻中隔弯曲 其实到底鼻中隔在什么位置 我们都不太清楚 对 其实我们的鼻梁就是分为 上面的比较硬的骨头 跟这个鼻尖比较软的骨头 其实鼻中隔就是在软骨的里面 它跟这个外面的鼻梁的软骨 其实是一整块骨头来的 它是软骨 所以鼻中隔就是说我们的鼻腔里面 把左右面的鼻腔分隔开的一个组织 它其实跟我们的鼻梁是同一块组织来的 这个鼻中隔其实是我们的鼻孔有两边嘛 那么这个鼻中隔其实是完全阻隔了鼻孔的两边的这样子 因为它是一直到底的吗 对 它是一直到底 还有一直往后面延伸 它一直到我们鼻咽 到我们的鼻咽才是左右面是相通 在鼻咽之前全都是分开两边的 所以鼻中隔主要的功效是什么呢 鼻中隔主要的功效 其实它是一个职称的组织 有些人比方说它鼻中隔有些发炎 整个容调或者是先天性 没有一些鼻中隔的话 其实鼻梁也会塌下来一点 因为它是一个支撑我们的鼻梁的组织来的 您这样说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看到过这样子的人 有的时候会觉得他的鼻子好像特别的扁什么 那可能就是先天性的了 对 对 对 如果说先天他没有这个鼻中隔的话 那会不会影响到他鼻子的一个正常的功能呢 其实很少完全没有的 通常都是比较小一点 那比较小一点我们的鼻梁就会就会比较扁平一点了 有些人通常如果真的是鼻中隔整个都没有的话 都是一些后天的原因 比方说鼻中隔发炎 或是之前做过一些手术 把鼻中隔的骨头是拿走了 那我们的鼻梁就会在中间的部位塌下来了 OK 那我们提到了说这个鼻中隔的弯曲 到底什么原因会造成它的弯曲呢 这个也是分为先天性跟后天性的 先天性都是一些没有特别原因 有些人说其实也是我们在小时候 有时候在学走路的时候跌倒 但是我们忘了 对 有些很小的骨质 有些很小的风 那我们在发育期它就慢慢会变歪 但是这个也是没有人知道是什么真正的原因 就是只知道是先天性 另外一个后天性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床伤 床伤来说一般都是运动 或者是交通意外影响到的 这个歪能够歪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你说平时我们在生活中 可能很多人小的时候它发生意外 曾经有造成这个鼻中隔弯曲 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如果不留意的话 你也不会觉得身边有谁的鼻子是歪的 它那个比这个直线大概歪有多少的角度呢 其实如果是功能上的 对于鼻中隔弯曲的最厉害的情况 就是一边鼻腔完全堵住了 那些病人其实是很容易自己去察觉的 他会发现自己长期都是用同一边鼻孔来呼吸 长期有一边鼻孔就是完全堵住 那就代表它的鼻中隔应该是弯曲的机会率就是很高 如果是外表的话 那我们是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 就是我在很远的地方也会看到它的鼻梁就是弯曲了 我们就知道这个病人应该是外面的组织也是有影响 一般来说没有什么特定的角度 因为是鼻梁外面还有一些软组织啊皮肤啊这些 所以也不会完全移位 只是看上去鼻梁就是鼻不在中间的位置 我们就知道它的鼻梁的组织应该是弯曲了 那所以说除了这个鼻中隔弯曲 您刚刚提到了可能会造成一边的鼻子鼻塞之外 还会有其他的症状吗 如果是鼻中隔弯曲的话 它除了会鼻塞之外 在堵住的那边也会比较容易有这个鼻斗炎 因为我们的鼻斗的出口 就是在我们的鼻腔里面 如果是鼻中隔弯曲的话 有时候它会比较容易堵住这个鼻斗的出口 那我们在比方说一些伤风感冒啊 或者是一些严重的过敏性鼻炎发作的时候 我们的鼻斗的空气不通畅就不流通 就会影响到一些发炎啊 有一些细菌走进去就会引发到鼻斗炎了 所以有可能是有的人可能是因为鼻斗炎 然后去医院检查或者说治疗的时候 才会发现说自己原来说鼻中隔是弯曲的 有这种情况吗 有 也挺多的 有些人都是通常都是同一边的复发性的鼻斗炎 然后我们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 发觉它除了这个鼻斗炎之外 原来是它的结构性有些问题 通常就是这个鼻中隔弯曲了 就会常常会堵住这个鼻斗的出口 就会影响到它鼻斗炎的机会率特别高了 您刚刚提到的那个如果说从外表看上去 说它的这个鼻中隔或者说就是鼻梁好像已经是歪曲 我想这可能已经是弯曲的比较严重了 那会不会有一种是说你表面看好像也看不出来 它是真的很弯了 除非也拿把尺去量一下可能才能看得出来 那么这样子的人他是不是需要去医院去做检查来确诊一下呢 对虽然说鼻梁跟这个鼻中隔是同一块骨头 但是也有很多人但在外表的鼻梁是直的 只是这个鼻中隔在里面偏曲 外曲弯曲就会影响到它鼻塞 但是在外表可以完全看不出来的 这些人通常就要自己有一些状况 比方说刚才提到的鼻塞 或者是尝照发炎 那他做检查的时候 通常我们在耳鼻喉专科的诊所里面 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耳鼻喉的内窥镜检查 把一条很小的内窥镜放到鼻腔里面 我们就可以立即看到他的鼻中隔是不是弯曲了 如果说本身他是真的有弯曲的 他没有治疗的话 这样对他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最明显的当然就是鼻塞了 就是在呼吸的时候不能够用鼻子来呼吸 或者是长期用同一边鼻孔来呼吸 也比较严重当然也会影响到 他生活上面的其他的方面 比方说一些睡眠之息 或者是鼻豆炎 这些都是一些鼻腔里面空气不通常的影响的后遗症了 如果说真的确诊了 他真的是有鼻中隔的弯曲的话 一般来说会有哪一些的治疗方法呢 鼻中隔的弯曲的话 一般来说最好的治疗就是手术的治疗 我们会在病患者的鼻腔里面做一个切口 外面是看不出来的 然后就是把这个鼻中隔 包着鼻中隔一层的粘膜 解开以后我们就看到弯曲的鼻中隔 鼻中隔里面是一些白色的骨头 前面是软骨后面是硬骨 然后我们把它拉直 拉直以后也要把一些过长的鼻中隔拿走 拿走以后我们就把这个黏膜再放回去 放回去以后用一些缝线的方法 就好像一些三明治一样有些穿起来 然后就是把它固定在中间 那过一段时间之后 通常都是几个礼拜之后 它就会固定在鼻梁的中间 那就不会再有弯曲的情况了 但是这个手术的话 复原的时间要不要很长呢 大概是两个礼拜左右 两个礼拜之后的话 它就可以 比如说之前可能有的人经常会感觉到鼻塞 或者说鼻痘炎的一些症状的话 那就真正就完全是恢复正常了 对 因为在刚做完手术以后 我们也会放一些副料在鼻腔里面 大概到两个礼拜左右 所有的副料应该都全流出来了 那它鼻腔就可以回复这个通常的情况 那它就会觉得舒服很多了 所以说呢 鼻中隔弯曲一定要及时的治疗 那么手术是不是鼻中隔弯曲 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呢 不要走开 我们稍后接着聊 你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健康资讯 养生之道 大家好 欢迎回到健康加油站 我是高璐 很多鼻中隔弯曲的患者呢 如果没有明显的不适 一般很少选择去看医生 但是如果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症状呢 就需要靠手术来治疗了 鼻中隔成型术 就是矫正鼻中隔弯曲 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术方法 那么鼻中隔成型术的效果如何 有没有风险呢 我们接着和黄医生来谈谈 谈一谈这个话题 现在的鼻中隔成型术 是耳鼻咽喉科非常成熟的手术 手术从鼻腔进入 全部在鼻内窥镜下进行 视野清晰 手术创伤小 矫正彻底 微创 在矫正鼻中隔弯曲的同时 可以把鼻腔其他结构异常 一并矫正 再赋以等离子消融等手段 可以给鼻腔来一次彻底的整容 使鼻腔可以自由 顺畅 舒服地呼吸 我们接着和耳鼻喉专科医生 黄德章医生来谈一谈 鼻中隔弯曲的治疗的问题 黄医生我们刚才提到了说 手术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让这个患者可能会觉得 原来世界这么美好 但是这个手术会不会挑选患者呢 是所有的患者都适合吗 一般来说我们会挑选一些 真的是有功能性问题的病患者 比方说有些病人本身是有一些轻微的 鼻中隔弯曲 但是他本身没有鼻塞的问题 那其实也不用做手术 通常一些病人来看我们都是 应该是有一些鼻塞 他们才发现 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是他鼻中隔弯曲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建议他做手术 建议他做手术 和他自己身体本身的条件 适不适合做手术 是一回事吗 对 其实这个手术因为要全身麻醉 所以我们也要看他病患者 本身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高血压 心脏病 这些比较严重的内科的问题 如果是有的话 我们在麻醉的时候 就需要考虑这些因素 看看他做手术的风险是不是很大了 对于年龄呢 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 他们也可以做这样的手术吗 一般来说 我们希望可以尽量在16岁跟18岁左右 才开始考虑做手术 因为我们在发育期 这个鼻中隔其实也是一个 发育很重要的部位 这个软骨 它在发育期的时候 也会慢慢变长变大 我们的鼻子才会慢慢越来越高 如果是做手术 把一些软骨拿掉的话 有时候也会影响到鼻腔里面的发育 所以有时候我们通常都要 大概是成大人的时候 才做这个手术 是 就是发育定型了之后 再来做这个手术 对 其实如果要是做了这个矫正术的话 预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如果是做完之后 我们的病人大部分都可以 两边的鼻腔都可以通畅很多 都可以用鼻子来呼吸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 就是它尽量不用做太多的药物的治疗 不用喷那么多药 还有就是吃那么多药 希望它的其他的方面 比方说睡眠的质量可以改善 都应该有这些效果的 那有没有哪一些的症状 说鼻症格矫正术也解决不了的呢 对 如果是光明性鼻炎 本身的一些敏感的症状 比方说打喷嚏啊 痒啊 或者是流鼻水啊 这些就不是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如果是非结构性的问题 那对于这个手术方面的效果 就是比较差一点 那我们可能要告诉患者 如果他做手术之后 还有这些鼻子光明的症状的话 还是需要吃药的 其实做这个手术 任何手术都是有它的风险性 那鼻中隔矫正术 其实它的这个风险在哪里呢 鼻中隔手术的风险 如果是比较普遍的话 常见的话 通常都是流血了 但是流血的机会率还不算高 很多病人都会有一些 粉红色的分泌这些情况 但是真的要比较严重的流血 也要让医生在止血 或者是到医院手术室 这些差不多是1%到2%左右 所以也不算高 另外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风险 就是说因为刚才提到 鼻中隔的软骨其实跟我们的鼻梁是同一块骨头 有时候我们做鼻中隔手术的时候 如果这个软骨拿走的量太多的话 有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鼻型 但是这个也是可以通过一些脚型的手术 才来改善 或者是如果是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 尽量小心一点 不拿走那么多的软骨的话 其实风险还是机会还是挺低的 但是做完了这个手术之后 还是需要他留院观察一晚上这样子 看会不会有可能有出现什么并发症 或者是其他潜在的危险 对 一般来说我们要他留院的原因都是两个 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是传身麻醉的手术 我们又看看病人的麻醉过后的康复怎么样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是留鼻血的话 一般来说在刚做完的头一天之内的机会 就会比较高一点 那我们要在他在医院观察 如果是真的有问题的话 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医护人员 立即为他进行一个止血 那就比较安全一点 那手术之前的病人需不需要做哪些的准备呢 病人我们有两个方面要准备 第一个方面就是关于麻醉 因为刚才提到是全身麻醉 所以也要看看他本身有没有一些身体上面比较大的毛病 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要跟病人 在跟麻醉科医上去商量一下 怎么做这个麻醉会比较好一点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关于鼻子 鼻子方面的准备反而不大 有时候我们会教病人先吃药或者是喷药 去舒缓一下他的鼻子过敏的状态 因为有时候也不是能够立即做手术的 也可以先用一段时间药物治疗 把它病情控制好一点 然后我们才做这个手术 其实如果说说到手术的时候会加入一些植入体 那么这个植入体可能有一些是外来的有一些是自体的 这个各有什么样子的优缺点呢 对如果是提到植入体的话 其实大部分做的原因都是一些外表的原因 比方说一些病人他本身的鼻中隔弯曲 但是他的鼻梁也弯曲 还有他的鼻梁还是比较扁平 他想除了把功能改善之外 还想这个外形改善的好一点 那么我们会建议他做这个一次性的手术 因为做鼻中隔手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鼻梁 所以如果是分开两次手术的时候 第一就是要多做一次麻醉 那很多病人都不想 第二就是我们做完鼻中隔手术以后 也会有些骨头可以拿走 本身这些骨头是软骨 可以把它拿来拢鼻子 所以就不要浪费掉 所以我们也会建议不如就做一次性的脚型 跟这个鼻中隔的手术 至于这个植入物的时候的情况 就是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字体 字体的植入物就是一些 比方说软骨 软骨就是刚才提到最常见的 就是鼻中隔里面的软骨 我们再拿掉一些鼻中隔的软骨 可以把它放到鼻梁上面 把这个鼻间弄得高一点 有的人可能是在这个鼻梁这个地方 可能需要把它垫高一点 那么这个鼻中隔的软骨 也可以垫到这里面吗 这个理论上可以 但是实质上的就比较困难 因为鼻中隔的软骨比较小 那它放到鼻梁上面的效果 没有那么明显 如果真的要把这个鼻梁 龙高的话 通常我们要拿一些耳朵的软骨 或者是其他的部位 比方说肋骨 也是一个很大很长的一条软骨 它把这个鼻梁提高的效果会比单纯拿这个鼻中隔的软骨会好很多 那这个自体的除了这个软骨之外 还有这个脂肪 因为有些人只是一些很小的地方就是凹进去 也不用拿些软骨 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的肚皮上面拿一些脂肪 把脂肪就是填在一些凹进去的洞里面 那这个也对于整个鼻型来看 来说会有点改善的作用 那除了自体的植物之外 还有一些甲体 那甲体呢也有很多种 传统的 比方说十年前二十年前 大部分人都用这些我们称为吸胶的东西 那这个吸胶的问题就是它比较硬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是排斥 跟这个发炎的机会率还是挺高 也有大概是百分之九左右 还有就有些人另外是它放到鼻梁里面比较硬 所以过一段时间之后 就好像是隔着皮肤会见到一些形状的样子 就是不那么好看不那么自然 那现在有比较新的物料 就有这个我们叫做膀体 那膀体是什么呢 其实是英语是Gortex 就是我们穿的衣服的那些Gortex 它的特点就是比较软一点 比较软 对所以它的排斥跟发炎度就是比较低 大概是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左右 还有它是本身它如果是你用显微镜看 它其实在这个物料里面很多洞 小的洞 那这个放到皮肤之后 过一段时间我们的身体的血管就会升到这个洞里面 所以就提供一些血液供应到这个旁体 那所以这个旁体的跟旁边的软组织就是会 融为一体 融在一起 那就会发炎跟排斥的机会率就是会减低很多了 如果说两种这种植入体来说 从外面外表来说能看得出来吗 如果是洗脚的话 那大概过一段时间 有些人如果是皮肤比较薄的话 那可以在外表看到好像就是这个甲体的形状 但是如果是旁体的话 一般来说它会在外表看到的机会就比较低一点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在手术方面做一些调整 就是比方说刚才提到的脂肪 也可以配合这个甲体 把一层脂肪放在皮肤跟这个甲体中间 那这个放到里面的时候 我们的皮肤就会变厚 变厚之后这个自然度就会提高很多 在外表看来就不会那么明显了 是 一个这是看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手的这个触感 就是之前我们说这个国内的很多 引起这种整形移云的范冰冰 它曾经让人家特意去摸 说你可以来验证一下我到底有没有整过型 那其实如果说植入这样子的这种甲体的话 从外表你摸的话能感觉得到它是假的吗 要看看病人本身的皮肤是厚还是薄 如果是皮肤越厚的话 其实能够摸得到的机会就是越低 还有另外呢 如果是真的想自然度再提高一点的话 我们用自体的比方说一些肋骨的话 其实跟这个鼻梁的软骨其实是完全是同一种物料 那再加上一些脂肪的话 其实对于这个自然性就会提高很多了 但是如果说这样子的这种植入体 它毕竟是一个外来窝 有没有可能说撞击一下的话又把它撞歪了呢 要很大的撞击才会 其实比方说一些交通意外这些才会 平时我们如果是做一些普通的运动 或者是一些普通的撞击 其实跟正常人来说没有分别的 如果说做了这个手术之后的话 它术后应该注意哪一些的护理呢 术后如果是做这些有外表脚型上面的手术的话 它的复院期会比较长一点 在刚做完的一两个礼拜之内 可能会有一些瘀青 或者是这个鼻子的水肿会比较大一点 这个时候当然要 可能很多病人都会选择留在家里了 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鼻腔里面的洗鼻子 这些流鼻涕这些护理也要跟做鼻中隔的手术一样处理 那在大概是两个礼拜之后 我们就会把鼻腔跟这个鼻梁上面的肤料拿走 拿走以后 它的水肿慢慢在消掉的时候 大概是两到三个礼拜 通常就可以比较 样子就会回复正常了 所以说如果发现了自己说有这个鼻中隔的弯曲 还是要尽早地去看医生 说不定既能够改善你的健康状况 同时又改善了你的美观的问题 这是一举两得的 好的朋友们 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能跟您说再见了 今天非常感谢黄德章医生 做客健康加油站 给我们讲解鼻中隔弯曲的相关问题 当我们发现自己患上了鼻中隔弯曲的时候 一定不能够去忌讳看医生 要抓紧时间 去一些正规的医院做治疗 以免病情严重 给身心带来更大的伤害 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 都欢迎你在我们健康加油站的微博留言 或者发电邮给我 感谢您关注由LSM集团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健康加油站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